你能关照的心,也是唯心所现的一个姻缘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若以了知彼义武者,蛇觉虽灭,神觉犹在。 我们前面已无分别致,来破除心中对外境的联想,这个时候慢慢地了解到彼义武者,这个心外的意象是不可得的,所谓的好坏得失,长短方圆,都是我的联想创造出来的,这个外境的意象是不存在的。 这个时候,蛇觉消灭,外境的直取消灭,但是神觉犹在,你只要起观照。 这个心就是不平等,还是有对立的,所以依他起这种观照的有所得的心,威系的心,这种绳子的绝还存在。 因为我们看到绳子,就表示它不是桌子,不是椅子,因为它的本质是麻。 但是麻可以编织成绳子,也可以编织成桌子,也可以编织成椅子,绳子是麻其中的一种作用。 如果我们只是在绳当中产生直取,这个时候还是一种威系的法治。 所以说这个时候,虽然破了这个绳错误的理解,但是还存在绳子的直取,这个时候应该再进一步破除。 怎么破除呢? 若以威系品类分析,此又虚妄,色,生,香,味,处为其相互。 此觉唯一,神觉当面。 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绳子的直取呢? 你要进一步观察,用各式各样差别的品类来分析。 说这条绳子是什么品类所成的呢? 是色,香,味,处,它是由颜色,香气,味道,处觉这四种法所构成,离开这四种法,这条绳子就不存在了。 所以以这四种法当作一致,加以分析,观察,这个时候对绳子的直取就慢慢消灭了,这个时候,我们就正式地看到麻,误入了原诚实的平等性。 这个地方是讲出辟语,从看到蛇,然后回归到绳子,回归到麻。 这以下合法,如是与笔四文,四以六相一言,服除非十六相一识,为实性教。 由如蛇语,亦当除浅。 当我们在破除心中的联想,我们开始用双向联想,去对质单向的联想,使令内心平等,这个时候就浮出了外境六种异乡的差别,升起了为实性觉。 为实性觉就是说,你那个能观照的心的直取还在。 这怎么办呢?你要观察其实能观照的心,它也是维心所现的一个因缘,因为你听闻佛法,如理思维,才有这个观照力。 这个时候你对这个观照力,应该慢慢地让它保持平等,这个时候犹如蛇教,一当除浅,它也是一个因缘所生法,它的本性也是毕竟空气的。 我们在破除变迹值,是由外而内,由粗而戏。 刚开始对至外境的直取,然后到最后能观的智慧也要把它舍离。 有一个禅师,他长时间闭关修行,很有心得。 有一个同餐道友去参访他说,禅师啊,你这几年的修行,意境如何? 这个禅师说,我刚开始住毛棚修行的时候,我的心中丢掉了一头牛。 慢慢慢慢我这几年,我心中丢掉一把火,是这样子,这是我的意境。 我们刚开始是用那个火把的光明,把这个牛慢慢调幅,这个牛就是向外攀缘的一个外境的直取。 你刚开始能够调幅对外境的直取,是你心中的平等观。 你经常用双向否定的思考,把你不平等的单向思考或平,但是到最后,那个双向思考也要舍离,这火也要舍离。 所以我们学为时三时送,一个人要入圣位,说是若时与所缘。 智都无所得,而时注为时,离二举相顾。 就是到最后智都无所得,你能观的智,当初是在破变迹值,这个变迹值被你破坏以后,你能观的智也要把它抹平。 所以这个地方讲,犹如舌教,你当除浅,这个为时的信节,这种观照智,也要慢慢地把它除浅。 最后,我们看总结,由原诚时自信觉故,这个地方就开始误入原诚时,误入到一个平等不二的法界。 外道的修学,它的重点在修禅定。 但是诸位要知道,一个人要修禅定,他要成就禅定,一定要远离外境的直取,所以前半段的工作破除外境的直取,佛弟子跟外道是相同的,方便不同而已。 禅定是心中有一个所缘境,然后远离对外境好坏得失的直取。 外道是用指的力量来脱落外境的干扰,佛弟子是用观,差别在这里,但是结果都是要先脱离外境。 但是外道成就禅定以后,他脱离了外境的直取,他内心那个禅定的心力,那个直取,能观的那个禅定没有消失掉,所以外道得禅定都产生大我的思想,他有自在力。 佛弟子不同的是,他从双向的观照力,破除外境以后,他能观的质也要舍离,才能够入平等法界。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,否则会变成一种大我思想。 这一段的误入依他起,是破除能取的心,能观照的智慧也要慢慢地掉幅。